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来到了山西省建中市左泉县境内 左泉县原名辽县 1942年5月25日 巴鲁军副总参谋长左泉将军牺牲于此 山西人民未表纪念 将县民更改为左泉 左泉县地处太行西侧 是连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 因其山乱交错地形复杂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设置组现在来到的是左泉县的莲花岩 这一片是属于丹霞地貌 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自然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的 你看这边的山峰就被塑造成各种各样奇特的形状 像最高处我觉得有点像埃及的金字塔 那么稍微低一点的这座山峰 我觉得又有点像一艘军舰一样 那么我们听说在过去的人 是住在这陡峭的悬崖之上的 他们把在里面建造的房屋叫做崖居 我们一块去探寻一下 莲花岩位于太行深处 峡谷地貌乘东西走向 亿万年前地球运动 形成山高碧人 看似层层连半相叠 顾名莲花岩 我们设置组一路乘车进入峡谷深处 却迟迟没有看到崖居的身影 如果真的是这么一座山一座山的去找崖居 还真的是有点难 因为你看这边的岩层就是这样 有的是凸出来 有的是凹进去的 所以不是特别的清楚 在巡访崖居的路上 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坐落在山脚下 我们的记者决定先进村子了解一下情况 大叔 大叔您好 这个村叫什么村呀 这个村子叫什么村呀 这个村 嗯 约先这个村 这叫小营沟 小营沟 经过了解以后我们得知 西韩末年 刘秀再次吞兵 引军营中的将士们 骁勇善战 故称此地为骁银沟 后来更名为小鹰沟 沿用至今 好多云家都上了所了 都搬走了吗 都搬走了 那还留下几户啊 就留下我一户 您怎么不搬走啊 我说我不想去大村里边住吧 哦 不想去大村里 我就上了这个计划来 老老以后 就还要在这里住里请教一下 哦 亲近一点 哦 如今村里虽然交通有所改善 但仍然不及城市里生活方便 原本不多的村民 也都陆续离开了村子 只有68岁的秦大爷一家 守着山间这个利落的校园 过着清静的生活 牙居就是在那片山上有什么 有 有几户呀 有几个 以前 很多以前在牙居上 住的都是四户 五户 哦 四五户 哦 四五户 以前都是什么人住在上面啊 都是这个又厚难的 又厚白 嗯 都是过去这个 嗯 桃花又烦 上了这个山里吧 嗯 开点火地 嗯 种点粮食 嗯 盖房子它又盖不起这个 厚房子 就在那个 那个 椰子里吧 嗯 就是那个 也 我那里上 在那里 嗯 嗯 就是 就是 你能带我们上去看看吗 能 看看 能 好 那 披完柴 您带我们上去看看 好嘞 哎 大妈好 大叔大妈一共生有三个儿子 如今都已经成家 他们有的在外打工 有的在县里的矿城工作 每逢周末过节的时候都会回家探望两位老人 听秦大爷讲 他过去靠种地和上山采药维持家里的生活 2007年以后他成为了莲花岩的防火护林员 平日里负责寻山护林的工作 而操持家务打扫卫生则是李大妈每天必做的事 两间不大的小屋和一个小院里里外外都分外整洁 你看这些家具啊虽然都是有些旧了 但是一尘不染 擦的光亮亮的 这边是木头 你看下面还是石头垫的 对 这得用了多少年了 哎呀 我来这个家就有这个东西了 嫁过来就有 哦 你嫁过来多少年了 我说六十五了 这个十百一六十多年了 哦 十百 十百 比大妈嫁过来的时间多长 妈妈就得下头逛了 妈妈这个 对不对啊 天天天赞吗 嗯 无赖这个家 这个 有这个东西 也在天赞嘛 这不是天天天妈 妈妈的光年年了 正值中午 两位老人质疑要留我们在家吃完午饭 再上山去看家居 大山深处 吹烟生起 和大爷大妈的相处 让社稚组也感受到了难得的清静 nineteen 谢谢 你看 满满的一碗核露面 刚刚啊 我跟大妈说 我说大妈你少乘点少乘点 你知道吗 大妈这一碗够我吃一天的了 吃啊吃 吃 这 这还有大妈做的配菜 豆腐炒鸡蛋 还有香菜 平常就是这么吃是吧 这到底是 太强了 麻烦了 又是劲 又是梦 又是够的 又是睡着呀 窗里头又到那儿跟他又啊 那一般都是听谁的呀 娘到家 谁到家 那这家不这家 他一到 我一到 他也当你也当 什么事儿 大叔来当家 什么事儿你当家呀 都是半生子老子 他也当家了 家我 家我老子 人家当家 有什么大事老子 我当家 那全家遇到过什么大事儿吗 没有 看着念闹的大妈和淳朴的大业 我们仿佛一瞬间明白了知足的含义 同时也感受到了这对老夫妻 在共同携手的几十年中 过着看似平淡 却充满温情的生活 两副网筷 几身牢骚 大爷大妈 就在这山间的小屋里 相守了大半辈子 吃过这碗暖心的和乐面 秦大爷领着我们的记者 向深山里的牙居出发 快来看这边 好像有房子的那个地方 你看好像有墙 因为这个牙体啊 都是凹凸不平的嘛 过去还有 过去还有 它就是在这个两片石头中间 然后利用那个空隙建了房子吗 远远望去 小小的牙居 灵性的嵌在陡峭的山体之中 勾勒出一幅古朴神奇的风景画 秦大叔就这儿了 这就是牙居啊 它其实就是建在这个山洞里的 这边凹进去一块 那秦大叔过去 人们住在这儿的时候 这些是掏的吗 不是 不是 这儿形成的 这就是天然形成的 牙居以地势而建 就地取材 有限的空间里布局精致功能齐全 不仅让试制组 叹服于前人的生活智慧 也佩服他们 在悬崖峭壁上居住的勇气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门 这边的门普遍都偏矮 你看 也就跟我差不多高 一进来觉得好黑啊 这间十几平方米的牙居 仍旧保留着一些 之前主人居住的气息 你看还保留了 原来的这个实体 它其实是借助这个突出来的这块石块 然后做了一个放东西的台子 从外面进来的时候 因为这边是 只有一面是有窗户和门的 所以到了这个里面之后 还是觉得 空气有一些闷 有一点点的闷 并不是像我们住在这个通透的房子里 你抬头看一下 这屋顶就是大石头 像这样的牙区 在小鹰沟大约有十几间 2009年 牙区被开发成了旅游情点 屋内的摆设 还原了人们当年在这里生活的场景 这个墙就是用这个黄土 加上石头 这个 你以后用这个土 麻烧一下 冬天 你就不透风了 听秦大爷讲 建好一间牙区 只需要四五天的时间 而把建造牙区的食材 从山下运上来 才是整个牙区建设中 最困难的一个环节 刷去的时候 到了这个梯子 梯子 那木的明花花 就在菜头这里 烤上口袋 从这里就都刷去了 您慢点 秦大爷七十岁的人了 在我们面前一点都不服老 您慢点 我都担心了 你看这是悬空的呀 真结实 不过想想看 过去的人 都在这边生活了很多年了 应该是非常结实的 哎 哎呀 哎呀 得猫着腰啊 哎呀 好 哇 上面还挺宽阔的呢 哎呦 小心啊小心 哇 上面很平 而且这地方啊真是挺大的 上来上来 和伸手矫健的秦大爷相比 第一次来到牙区的设置组成员 竹石在峭壁上费了一番功夫 猫里要滚 没事儿 别看下面 别看下面 好嘞 看 这个 这个是一个天然的石台子 这边是 以前的 在柱里上的时候 外边的 这么高个扁桥 都在这里 塞料塞 塞东西 你看 我觉得 这边的人啊 把垒成墙 垒长城的技术都运用到生活当中来了 像 你看这边这个平台 因为它地势很高嘛 如果是 往下面的话 晒骨子的时候 衣不留神就会掉下去 而且这个高度非常的高 那过去的人怎么样呢 你看 就这样把石头搬上来 然后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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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垒成一个 不是特别高 但是足以可以保护人的安全的 这么一个边墙 再加上一个 舵口就可以 一手南弓当场成佑了 据当地人讲 小鹰沟村因其独特的地貌 自古便是军事要塞 村里的房屋分布 都是遵循军事防御体系而建造的 西韩末年 刘秀在这里屯兵 曾在莲花岩的东西两侧制高点 搭建瞭望台 事业开阔 一手南弓 和今天的雅居颇有几分相似 这一趟上下攀爬 让我们见识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和前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 虽然这些雅居已经没有人居住了 但是其中透出的智慧 依旧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好 好